守护宪政秩序 保护人民权利 我也在这里宣布 我将向宪法法庭 申请示宪 以及暂时处分 赖总统上任后首次在厂厅谈话 谈什么谈的就是国改示宪 身为总统 我不会将个人意向 凌驾在宪政次序上 更不会将个人利益 优先于国家利益 赖总统对国改案有种种忧心 国会理当改革 但不应该任意扩权 尤其立法院的调查权 不能侵害司法权和监察权 更重要的是 不能侵害人民的隐私权 营业毙秘密 你会坚持说在核宪前 不复立法院国情报告 大法官还没有做出 视线结果之前 也不宜贸然采取行动 我已经提出视线 我是当事人 就不宜再运用宪法第44条 总统的愿记调解权 不过蓝营对总统的说法 自然是不买单 希望该总统能够倾听民意 了解其一层的需求跟心声 现在民党执政之后 全用各种方式来阻挡修法 而且用政治选举的语言 所以正足以证明 国会改革的重要性 不只蓝营地方诸侯嗆 国民党团更炮火全开 赖金德总统今天正式对立法院 表达呛声 要求赖金德总统到立法院 来做国情报告 他正式告诉警告立法院 他不会来 我想这并不意外 民进党若四路齐发提示线 势必创下宪政史上先例 如今市县站全面开打 国改案也进入第三部曲 东森新闻 吕士奇周佩宇台北报导